Focus留在美国 我们这周都为您Focus了 美国的房市现在是热得不得了 推出就有人买的这种氛围 因此这次出现了一个奇屋出售 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栋独栋别墅 那么外表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它遭到恶劣的前房客 那里破坏到体无完肤 进去看了有如废墟 当地的不动产商选择诚实以告 把里面的破败全部都摊在阳光下 反而引人瞩目 最后以接近60万美金的价格迅速脱手 在中欧克罗埃西亚的郊区里面 为了吸引人移居 它一排屋子里面 您看到画面上这个一栋 相当台币只要4块钱 全部是年久失修 结果群球各地询问 想入住的人非常多 还必须符合三项条件 40岁以下有偿付能力 一次要住满15年 日租房也出现新招 美国有饶舌歌手跟Airbnb合作 邀请愿迷入住 他曾经待过的创作基地 独栋别墅求寿 坐落在被评为 美国最适合居住 美景环绕的克罗拉多泉 但是靠近房屋一看 这破碎的玻璃窗还不是最惊人 因为走进屋内 从马桶墙壁到洗水槽 满屋子近视涂鸦 更别说数不清的坑坑洞洞和污渍 这全都出自一位前房客的杰作 而他已经在一年多前被赶出去 代理商把它称作是一栋恶梦之屋 因为最让人作呕的是地下室的这台冰箱 但没想到这栋被破坏的铁屋 完肤的代售屋依旧非常抢手 光是一天之内就接到250通询问电话 并且迅速以将近60万美元 约1600多万台币的现金成交 当地买家不但照单全收 甚至愿意当场复现 原因除了克罗拉多泉的房市越来越火热 以往任何一天至少都有2500间房等待售出 最近却连400间都不到 另外则是代理商很诚实地把房屋的惨况 1510公开在售屋网上 结果短短两天内就有超过13万次的浏览数量 而这义务难求的情况也在克罗拉西亚北部 这个叫做莱格勒的郊区小镇上演 这一整排的房屋看起来荒废已久 当开出每一栋的售价 只要一元克罗拉西亚库纳 折合台币约4块钱的时候 马上引来全球关注 自一个世纪前 奥匈帝国解体后 这座城镇就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 让当地不惜打出 破盘低价卖房 以吸引新居民入住 不过这17户幸运的新住民 也并非全靠运气 因为得先符合三上条件 那就是年龄不能超过40岁 必须具有长付能力 并且至少得住满15年 无论是特色还是价格 似乎越不寻常越能博得注意 美国南方饶舌歌手博言 最近也找上全球最大的住宿平台 Airbnb合作 当起房东 邀请院民们入住这街 可以重温南方嘻哈色彩的地牢民宿 从墙壁上挂满的海报和唱片 到完善的数位录音器材 通通精心布置 要给入住房客独特的体验 但真正充满音乐创作回忆的空间 则位在地下市的地牢 博言选择保留原汁原味 没有绚串的装潢修饰 而是让房屋的原貌完整呈现 更能赢得房客们的青睐 体育别新闻组合报道